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做白日梦的樱桃小丸子 广受台湾民众的喜爱 樱桃小丸子首先是由樱桃子老师 他以自己童年的故事为蓝本 画成了漫画 之后因为推出之后 他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他那个主角 樱桃小丸子 还有他的朋友和家人之间的故事 虽然很朴实 但是他有时候还蛮幽默 而且也蛮感人的 就很受到民众的欢迎 平常只在电视卡通中 看到小丸子 现在可以走进小丸子生活的场景 令许多民众感到又惊又喜 相当开心 跟着小丸子一家人一起吃饭 在厨房里帮忙 洗澡发呆等 还可以走进永远的 三年四班教室里 和小丸子一起上课 我们重建了樱桃子老师的工作室 同时将动画手稿 以及动画脚本 以及漫画手稿 全部都展现出来 让大家可以看到樱桃小丸子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接下来是跨界流行区 我们邀请了25位名人 重新设计小丸子玩偶 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不同风貌的小丸子 还有以化妆舞会为主题的小丸子公仔 本次展览是逢小丸子25周年 主题为学员季运动会 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小丸子 和同学们的公仔在线 同心一致的拔河大赛 接力赛中努力奔跑的小丸子 都非常淘息可爱 吸引许多民众拍照留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